新疆乌鲁木齐骚乱事件爆发以后,世界各地不断有支持维吾尔族的团体举行示威抗议,包括土耳其总理在内的国际领袖们也呼吁中国政府公开透明的处理这起事件。 美国之音的报道。 近期三,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有大约300名抗议者高级着象征维吾尔族的新月旗示威游行。 游行队伍一直走到了中国领事馆前。 示威群众高喊口号,并献上了一个黑色花圈,为7月5号在乌鲁木齐发生的汉围流血冲突事件,表示哀悼与抗议。 土耳其总理和外长分别向中国政府致电,希望北京当局能够以透明的方式来处置那些应该为流血冲突负责的人。 土耳其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表示。 我们希望流血冲突事件能够尽快被制止。 这起事件已经达到了野蛮的程度。 我们希望人们良善的一面能够战胜野蛮。 那些应该负起责任的人能够被绳之以法。 中国政府也能在国际人权的框架之下,尽快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 土耳其外长星期三与伊斯兰会议组织的秘书长伊萨努谷会面。 伊萨努谷在会后表示。 中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 中国和伊斯兰世界有许多共同的历史联系。 我们不希望这些良好的关系、历史的联系因为这起事件而受到伤害。 周期三,在澳大利亚的悉尼,有许多维吾尔族的支持者举行示威抗议。 高喊还维吾尔族人自由。 其中的一名女性抗议者哭喊着说。 电话都打不进去,我们无法与在新疆的朋友联系。 而在法国巴黎支持威护尔族人的抗议者, 头绑白色布条,高举标语, 上面写着恐怖的中国政府立刻停止杀害威护尔人。 示威的群众并呼吁法国总统萨科奇立即采取行动, 促请法国和欧盟的独立调查人员组成代表团, 到新疆乌鲁木齐了解事件的真相与相关的细节。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